好,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证券报的一则文章,谈到了谢氏燕,这个我们记得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,这个是中国证券报的记者在北京做了一个调查,在北京市场众多高端酒楼推出的这个谢氏燕的价格,令人感到非常的折舌,比如说老字号全取得前门店,谢氏燕分为每位400,600和800元三个档次, 这个价格确实是相当的高,但是在谢氏燕这种情况之下,唯一不受政策影响的三宴,婚宴,满月宴,谢氏燕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,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对于市场的提振作用是相当有限的,第一呢,它的规模呢是比较小的,而且呢,它一般集中在升学前的两个月,时间的限制呢也是比较大,另外作为谢氏燕,虽然众多商家是很热衷, 但是它是颇受社会争议,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谢氏燕市场规模的壮大 谢谢大家